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遭到了立宪派议员的批评 甚至嘲笑 那么很多议员都对他进行批评 那么一时之间 在这个资政院会议上 是众论纷纷声浪打坐 大家都在对他进行批评 那么几乎失去了控制 那么这个议长只能够摇零 制止 让大家都安静下来 那么在这个资政院的会议上 立宪派议员 对于这个上誉 采取这么的一种曲解的态度 曲解 是吧 为我所用 我们现在看 好像在开政治玩笑 让人感到有些这个剃笑皆非 那么但是这种做法 它是曲折而又明确的 反映出了 立宪派议员 主张诉开国会的这种政治愿望 那么他可以说是在封建专制政体之下 政治力量和阶级力量还相对弱小的 这个民族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一种变态的反应 如果说 速开国会 是资产阶级 一种较高层次的政治要求 那么在清政府还没有能够正式召开国会的情况之下 那么强调资政院的这种权限 那么就是这些立宪派议员 他们的一个较低层次的要求 就是这个时候国会没有能够召开 他们就要强调资政院的这种权限 那么力图把资政院办成类似于外国国会的这么一个机构 把资政院办成一个独立于行政机构之外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立法机关 那么这就是资政院当中的立宪派 他们一个较低层次的一个政治要求 那么立宪派议员在提出自己政治主张的时候 就是把光绪朝上语当中的一段话 作为自己的一个护身符或者一个护法神 那么在光绪朝一个上语当中是这样讲的 说资政院为上下议院之基础 尤为立宪政体之精神 就是资政院虽然不是议院 但是它是设立议院的一个基础 必须要有立宪政体的精神 就是说资政院为上下议院之基础 尤为立宪政体之精神 以这个话 以这个上语作为自己的一个护身符 也就是说他们力图 根据这个西方的三权分立的原则 来确立资政院最高的这种立法机关的这种地位 最高的立法机关 同时担负有监督行政的这么一种权利 那么但是在资政院会议期间 资政院所提出来的一些主张 并没有被清政府所重视 那么这样的使得资政院的议员 就更加认识到维护资政院的他的这种权限 他的地位的这种必要性 或者重要性 更加强调这个问题 那么有一次资政院的这个议长 在给这个宪政编察馆的一次行问当中 送的一个文件当中 使用了资成这么两个字 那么立宪派议员马上就发现 这个议长给这个编察馆 这个行问当中用这个资成这两个字 有严重的这个问题 他在会上 那么就指责这个议长 说这个资成啊 是下级官府对上级官府所用的字样 下级官府对上级官府他用资成 他说呢 资政院和县城编察馆 应该是一种平行的单位 平等的单位 不应该用资成 那么当时这个议长呢 他在这就回答 他在解释 说按照清庭的惯例 凡是清政府的各个部 或者院 有亲王做这个中堂的 做了堂官的 那么就是要用资成 这是清庭的惯例 那么但是立宪派议员 对这问题的理解不一样 就是我们讲到资政院的三节之一 叫做一宗魁 一宗魁的极力争辩 说按照资政院的章程 资政院对县城 对县政编察馆 不能够用资成 只能够用资请 那么另外一个立宪派议员 更加明确的讲 说县政编察馆 他有亲王 他说我们资政院也有亲王 那么资政院和县政编察馆 它是完全是对等的 是平等的 无用成之理 不能够用成 那么在立宪派议员看来 资成和资请 只有遗子之差 那么但是这个遗子之差 就关系着资政院的 它的尊严 关系到资政院的法理地位 资政院和这个县政编察馆 到底是处于一种 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当中 那么在这个资政院的 各种议案当中 有相当一部分 是由资政院 去再次合议 各个省的总督巡抚 和各个省的资议局 产生的一些分歧矛盾 是合议这样一个议案 那么资政院 在合议这一类议案的时候 这个立宪派议员 就深深的感到 县政编察馆 不断的在侵夺资政院的权利 是比资政院 更具政治权威的 一个立法机构 那么因此 这个立宪派议员 他们就纷纷的强调 说这个时候 必须要收回 县政编察馆的立法权 把这个县政编察馆 改为会议政务处的 下面的一个法治局 那么他们是这样讲 他说资政院没有成立以前 县政编察馆 可也有 法律的这种编制权 同时也有一决权 一决权 既有编制权 又有一决权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资政院已经成立了 那么县政编察馆 只有法律的编制权 这个义政权 这个义决权 应该交给这个资政院 应该还给资政院 他说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 亲定的资政院章程当中 明确的规定 规定什么呢 规定资政院 除了宪法之外 一切法典 及四后修改事件 均可义决 就是资政院 除了这个宪法之外 他没有权利进行议决 其他的一切 这个这种法典 一切的这种法律 都可以进行议决 那么因此 这个资政院议员就要求 要裁撤县政编察馆 来保持资政院的 这种司法独立的这种地位 那么在这个资政院会议期间 出现了一件事情 就是当时的 这个京师大学堂的监督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 一个学校的校长 京师大学堂的监督 叫做刘廷琛 上了一个奏折 那么这个奏折呢 就批评资政院 说这个资政院呢 是使而轻蔑执政 木屋政府 木屋政府首脑 使而轻蔑执政 继而止斥乘语 继而止斥乘语 接着资政院去议员 那么当时资政院的议员 就认为刘廷琛这个人 是一个无耻小人 对于他所上的这个奏折 没有必要给予理会 原来是可以置之不理的 那么但是呢 出乎他们意外的 是清朝皇帝 发了一个预指 这个预指是讲 着县政编察馆之道 就是刘廷琛 上奏折批评资政院这个事情 着县政编察馆之道 那么这个做法 如果按照清政府的惯例 就是把县政编察馆 作为了资政院的一个上级机关 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发生一些情况 你比如说 哪个处出现了什么问题 是吧 然后有人举报了 然后呢 这个上级机关说 这个事情 要让这个 他的这个处的上级单位局 给他通报一下 你要知道这个事情 便于这个局里边 对于这个处的情况 给予这种查核 调查或者注意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事情出现之后 资政院当中的历先派议员 就感到非常不满意 为什么不满意 就是以前资政院 向清政府上了很多奏折 清政府并没有给予注意 没有重视 那么这一次 刘廷琛 以个人弹劾了整个资政院 而且清朝皇帝是下了预旨 那么他们在讲 说资政院 本来是应该和军机大臣 和军机处相对等的 那么结果现在呢 把资政院变成了军机处 下边的资政院 下边的另外的一个下级机关 资政院等于是说 比县城边察馆低了 低了一级 那么因此 他们认为说这个事情 就反映出什么呢 反映出朝廷信任大学堂监督 而不信任资政院之200亿员 说你朝廷你只相信 这个大学堂的监督 刘廷琛 相信他个人 而不相信我们资政院的200名议员 那么很多激进的立先派议员 那么他们就想到了一个问题 说以前资政院问一个问题 上一次奏折 上两次奏折 上三次奏折 是吧 那么清朝廷根本就不信任 也不采纳 说今日 刘廷琛以个人之资格弹劾我们 而朝廷竟信之不疑 说资政院上了很多奏折 你朝廷不相信 刘廷琛一个人上了奏折 朝廷又相信了 说这个事情真是很奇怪 多多怪事 让他们感到非常气愤 那么因此资政院当中 这些立先派议员就提出来 那么既然朝廷不信任资政院 这些议员 而相信刘廷琛个人 那么好 那么我们就自动解散 那么这希望通过自动解散 或者请旨 请求清政府解散资政院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表示自己对清政府的不满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来捍卫资政院的 这种不可动摇的 这种立法的地位 这种独立的 这种司法立法的地位 那么这个事情还没有完结 可以说是一波未平 另一波又起 那么接着又出现一个事情 出现什么事情呢 就是资政院通过了一个 弹劾军机大臣的这么一个剧奏稿 像清政府上奏折 弹劾军机大臣 那么这个奏折被清政府 采取了一个流中处理的办法 流中 那么这个流中处理呢 是清朝皇帝处理奏折当中的这么一个办法 那么清朝皇帝处理一些奏折 有一些奏折 他进行明确的一个批语 自己用猪笔来批 猪批 怎么样怎么样处理 有明确态度 有一些这个奏折 那么他是批给某个相关的部门 你像户部啊 或者是礼部啊 或者公部啊 由他们来处理 还有些奏折 流中 就是不往下发 就是把这个奏折呢 靠留在皇帝的手里边 那么资政院 给清朝皇帝上的一个奏折 是弹劾这个军机大臣 那么被清朝皇帝流中处理了 那么这个事情出现之后 立宪派议员就感到 清廷的这种做法 对于资政院来讲 是一种蔑视 那么因此资政院当中 这些立宪派议员 就要求再上一个奏折 在这个奏折当中 要非常明确的 切切实实的 向清朝皇帝说明 说明什么呢 说明资政院的性质 及资政院的地位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清政府 中央朝廷 清朝皇帝 必须要郑重其事的 来对待资政院 不能够任意的进行这种浮衍 不能够浮衍了事 那么用他们的这个原话说 就是对于资政院所上的奏折 朝廷总要明白宣誓 你总要讲出一个道理来 是吧 你同意也好 不同意也好 你总是要有个说法 总要明白宣誓 不能够像对待一般的 个别的这个大臣一样 随意的就把这个奏折 流中处理了 因为说个别大臣 提出了些什么意见 你皇帝可以不采纳 但是资政院 是作为全国民意代表的 一个机构 他所提出来的这些奏折 上的这些奏折 清朝皇帝 你不能够随便 流中处理 因为什么呢 资政院是具有它的 法律地位的 那么通过以上 所讲这些内容 我们可以发现 就是资产阶级 立先派议员 上述的这种立论 它的根据 并不是很深刻 那么他所采取的 斗争手段 也还是比较温和的 那么但是他们要求 资政院 这种司法独立的地位 这个立法独立的地位 那么要求这个资政院 监督行政的这种地位 是吧 要求这个资政院 一定要办成 资政院章程当中 所讲的那种 那种状况 是吧 那资政院章程当中讲 说资政院 随非具有完全意愿之性质 而不能不具有 完全意愿之精神 就是他们希望 把这个资政院呢 要办成 像外国的这种国会一样 就是资政院 虽然没有完全资政院 完全意愿的这个性质 但是不能够不具有 完全意愿的精神 就是他的一些做法 应该像 完全实行了这个议会 一样 就是资政院呢 他这种政治地位 必须要加以捍卫 那么资政院当中 这些立派议员 就是明确要求 是吧 速开国会 明确要求确立资政院 他的这种立法地位 监督行政的地位 那么表现的是非常的明确 当时有一个报纸 叫做公论西报 公论西报当中就讲 说今日中国之资政院 所定办法 说现在资政院 所定的这个办法 节系 采各国完全之宪法 说现在资政院 这些立派议员 所提出来的这种做法 这种要求 完全是西方国家 已经开设了议会 已经制定了宪法的 那样的一种 西方的资产基金 民主的一些做法 中国现在没有医院 但是这些立派议员 要求的是完全按照 已经成立了 议院的办法来行事 那么这个当时 美国驻华的一个公使 他也这样评价资政院 他说资政院的 第一次常年会 他说第一届院会 是成功的 他认为资政院 第一次常年会当中 由于立宪派议员的 这种坚持 是吧 要求自己的 所具有的这种 立法的地位 对于行政的监督的地位 是吧 因此说 这个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 他办的是很成功的 第一届院会是成功的 那么如果说 我们从中国的 自己的这种议会发展史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当中的 这些立宪派 是吧 那么他对于中国议会制的 这种发展 那么他所起的作用 也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那么因此 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讲 资政院当中的 这些立宪派议员 力图把资政院 办成类似于外国国会 或者议会的 这样的一个独立的 这种立法机构的 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第二个题目的 第二个问题的题目 就是资政院 为上下议院之基础 那么关于这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